近年来桃园陆续修复了多座眷村并进行活化 然而当初曾居住在眷村里的第一代著名以日间凋零 桃园龟山眷村故事馆因而在日前 邀请了眷村第二三代的民众一同讨论该如何继续传承眷村的故事 就是这一次广边唱堂活动啊 我们是与微光生活设计师合作 就是我们希望说故事馆除了持续进行眷一代的访问 还有资料收集之外 也可以跟更多的眷二代眷三代去谈一谈 了解他们对于眷村文化的保存 以及说他们身为眷村身份有什么看法 就是希望收集了这些想法以后呢 可以变成我们故事馆啊 包含说各个眷村他们可能未来经营的一个方向或者是参考 讨论着重在眷村保存上 有眷村后代质疑 眷村的特色是长明生活形态 但现在往往会将眷村变成博物馆 反倒与所谓的日常拉开的距离 也有人认为在当年艰困的时代中 眷村邻居互相扶持的精神 和现在小家庭线上或线下求助彼此帮忙的观念相通 可由此点来继续发扬保存眷村精神 我后来想象的是如果能够把眷村的精神留下去 我觉得最重要是当初我们那种小家庭正在成立的时候那种互助关系 这个是现代家庭也会遇到的问题 那也是台湾现在就像我们在做色照 其实就是想要找回这种关系 所以如果这两个东西可以因为眷村的精神把它延续下去 这个是我觉得在抽象上可以延续下去的 那对未来的我们下一代也是好的 那其他我真的不敢期待太多 那当然像是我今天会自己会觉得说 像眷村本身就是一个很生活形态的一种防射跟场域 那在如果未来我们政府在讨论所谓的眷村修缮跟活化再利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有尽量朝向是比较还是可以让修缮完的空间是属于很长迷化生活 而不一定是要走就所谓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一个方式去做呈现 这也是可以值得去让大家思考说就是 我们的馆所修复之后是不是都一定要文创化、艺术化或说博物馆化 或许可能长迷生活化这一个方向也是可能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一个方向 也有人分析当年眷村是由来自大江南北各地的军眷们 互相扶持撑起一座村 但随着眷村后代融入台湾社会 对眷村身份的认同转弹 让文化难以像单一族群一样继续传承 不过族群包容的精神仍然就和这块土地呼应 并成为一段不可抹灭与必须见证的历史 台湾可能很多不同族群 所以每一个不同族群的人他其实有多同的身份 那在族群认同上面很难只有一个族群的认同 而且对我而言 眷村其实是一个 回去研究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临时性的 政治性的因素产生的一个聚落 它无法像闽南族或者是客家或者原住民等等 一个很长远的去 自己的文化在 所以眷村在于台湾可能 俊几代俊几代可能到我现在 我根本没做过眷村的那种情形的时候 眷村它所保留下来 我觉得是一种包容的精神 而这种族群包容的精神其实跟台湾的多族群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很可以去见证的一个历史 而且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眷村文化它就是台湾的曾经一段历史 那不管如何哪一个族群在这土地上生活过的 都应该去保留下来 才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的跟在哪里 未来台湾怎么走 这是我觉得眷村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由于历史因素而诞生的眷村 尽管当年的时代已远去 但现今仍扮演着了解台湾社会历史的重要指标 龟山眷村故事馆表示 会参考这次讨论结果 在10月底推出新展览 借此让更多人接触并认识当年的眷村精神与故事 记者刘雨婷 桃威报道